在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或地区有哪些? 香港、印尼、印度、中国? 相信大家对这些国家的人口密度有很深的印象 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香港的楼房紧紧哀哀 甚至诞生了所谓的纳米公寓 把人塞到小于十平里的住所 印尼全靠摩托 不然堵车堵到发疯 印度火车上神人备出各种危险操作 抓栏杆坐火车顶轮番来 中国全靠公共交通续命 要是人人都有车 简直不堪设想 但是你知道吗 亚洲还有一个国家 论人口密度是这些地区的大约2到50倍 人口密度排名全球第二 这个国家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在开步前存是个荒凉的小渔村 经过57年的奋斗 小小的渔村被变为亚洲不可忽视的小红点 无论是顶级富豪还是高端人才 都在不断涌入新加坡 除了富豪来投资 养老享受生活外 跨国公司也钟爱新加坡 纷纷半迁至此 同时也给新加坡带来了大量的高端人才 因为有优秀的教育资源 来新加坡留学的学生也是络绎不绝 来移民工作留学的人越来越多 本来国土面积就不大的新加坡 如今每平方公里就有8358个人 这个数字还只计算了常住人口 不算短期动流的游客 但是走在新加坡路上 为什么我们却一点也不觉得拥挤 今天财富密码就带大家走进新加坡 看看人口密度 全球第二的国家 为什么一点也不拥挤 新加坡是如何规划城市的 看到最后 或许会改变你对新加坡城市规划的认知 如果你对这类型的金钱内容有兴趣 欢迎订阅我们 大家知道减少人流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吗 那就是少出门 听起来算是废话 但新加坡还真的做到了 你想想看 你平时会因为什么而出门 工作上学购物看医生对吧 新加坡城市规划之父刘泰格 意识到了人们的需求 所以提出了卫星镇的规划方案 他把全国分为五个大区 五个大区加分为27个卫星镇 每个卫星镇里面 各方面的设施配套齐全 居民区 商业区 学校 银行 体育场 公园等等 应有尽有 人们在卫星镇里步行10分钟左右 就能解决各种需求 这种模式可以减少人们 长距离出行 不用聚集到某些固定区域 省时又省力 同时这样也给中心城区 起到了很大的分流作用 避免了中心城区 或固定区域出现拥挤的情况 而刘泰格先生 高明的规划 受到中国的青睐 中国方面还特别邀请他 参与中国30多个城市的规划设计 为中国带来先进的设计理念和风格 刘泰格认为 新加坡城市规划取得成功 满足了三个条件 首先 新加坡政府拥有较强的行政权力 其次 新加坡虽然有私有土地 但政府可以通过 《土地征用法》 排除私有权对土地开发和利用的影响 并且在征用土地方面 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因此能够选择最恰当的土地 进行公共建设 第三 由于历史原因 新加坡对城市文明有一定水平的认知 你有没有发现 新加坡有很多公共区域 无论是居民区的住宅 医院还是图书馆 底层都是镂空的 形成开阔的公共区域 人们可以自由穿行 社区之间也没有围墙 人们去附近的社区都不用绕路 而且不用特意聚集到固定步行道上 这种开放式的城市建设 最大的好处就是为人们提供了无数可以选择的路径 把绝大多数的人从人行主干道上 分流出去 从视觉上行不成人头转动 人流如知的现象 为了最大限度流出 框框没有障碍的平地 新加坡还建设了不少地下与高层停车场 所以你很少会看到地面停满车的画面 我们都知道新加坡土地面积很小 如果人人都有一辆车 那不就会从早堵到晚 大家都不用出门了 所以新加坡政府就想了一个办法 限制私家车 因此作为发达国家 新加坡的拥车量只有10%左右 那新加坡是怎么限制私家车呢 新加坡制定了车辆配合系统 发布一定数量的拥车证 不管是买百万几豪车 还是几万块的经济型车型 都要有拥车证 消费者就要通过竞拍的方式来获得拥车证 虽然结果就是出价越高 得到的几率越大 有了拥车证只能说有了买车的资格 接着还要有各种各样的税费 也要加到车价里 比如根据车型的真实市场价值 新加坡根据这个价格 另外征收附加注册费 这项税费所有车辆征收 覆盖率100% 车价越高收费越高 除此之外还有关税消费税 经销商的利润等等 世界新加坡贵的不是车 而是那张拥车证 而且只能用10年的拥车证 你愿意花大价钱 结果只能享受10年吗 不愿意 因此车流减少了 没有车出行不会很不方便吗 为了使国民心甘情愿放弃买车 新加坡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 让出行变得简单 平均每300米远 就有一处公交车站 走几步就能搭轻轨地铁 政府还贴心地设计长廊 从祖屋中穿出 方便无论在交扬下或是暴雨中 大家都能顺利搭乘公交 因此乘坐公共运输工具 是很多新加坡当地人首选的出行方式 低碳环保 大大减少了城市道路的压力 即使是节假日上下班高峰期 也不会出现道路挤满车辆的情况 其他很多国家都是在同一路线 划分不同车道 新加坡则是不同线路 划分不同车道 比如步行 进跑 自行车 电动车等都不在同一个方向 以此分流 但最厉害的一点就是 地面不够 地下来凑 新加坡许多地铁站和商场 都是在地下的 而且地铁站是相通的 可以从这一站走到另一站 所以说新加坡地下也承担了相当重要的分流作用 为了缓解高峰出现带来的拥挤情况 新加坡政府还推行了 错峰制度 比如在非高峰期 地铁站会开展免费乘坐地铁 及积分返现活动 新加坡中央商业区等道路上 还有很多ERP门架 这些门架也足以让司机们 三思而行 ERP是电子道路收费系统的简称 当车辆通过ERP门门时 都会收取一定的过路费用 而且越到拥堵高峰期 费用越昂贵 因此不少司机选择尽量避免高峰时段 在中心道路驾车 可谓是 怕是鼓励大家错峰出行 努力给新加坡城市交通减压 土地一向来是新加坡发展的最大制约 历史上 新加坡曾采用向高层发展和天海造地 来解决土地面积不足问题 自1965年独立后 新加坡填海造地 使国土陆地面积增长超过五分之一 然而土地开发正面临越来越多 来自地理边界 水深限制 海平面上升和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 根据新加坡2030年土地使用计划 国家发展部将严格规划和利用新加坡的地面土地攻坚 用于多种用途 包括工业、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 滨海湾、乌节路、中央商业区 这些都是新加坡最繁华的地方 全球知名的商业和金融中心 然而目前新加坡中央商业区 用途单一主要是办公楼、商场 为了让中央商业区发挥更广泛的用途 为市区注入更多活力 市区重建局 规划了650公顷的地下空间 准备挖到地下25米 计划未来在这一带建设更多住宅项目、设施和公共空间 同时 政府还鼓励 把现有的办公大楼转化为酒店和住宅 地铁线路、停车场、高速公路、人行道、自行车道、地下仓库 公共服务隧道和地区制冷设备 统统包含在内 将来中央商业区将成为一座地下城 地下可以购物、吃饭 在地下靠步行就可以自由穿梭于金融区的各大写字楼之间 甚至可以直接走到新加坡南部的小岛 盛逃杀 光是这些还不够 在开国总理李光耀的倡导下 经过50多年的人工指数造林和最环境的保护 现在新加坡到处是树林 这些树林由于非常茂盛农民 就会给人带来一种错觉 这些树林和建筑中的垂直绿化 把新加坡的城市建筑掩藏起来 形成一种障眼法 不但让人察觉不到它的建筑稠密度 甚至可能觉得到处都有浩瀚的森林 同时新加坡长期以来 实行非常严格的环境和水库水支援保护政策 因此有很多的公园、绿地和自然保护区 而且由于国家很小 这些公园、立地和自然保护区 都在人们的视线范围之内 尤其是新加坡国土开发有严格的立法和规划 有序开发 预留有很多空地 这些空地往往在住宅和工业园区附近 使人们更觉新加坡的城市建设还有很大的余地 这些举措使新加坡成为一座花园城市 然而尽管使用了很多解决拥堵的办法 但是人口的日益增多 还是难以改变人口稠密的事实 我们前面说过 新加坡不仅在开发地下 这连高空也成为新加坡扩大土地的重点 新加坡现在开始探索超级垂直城市建设 试图建造高空的绿色花园来缓解拥堵问题 总之新加坡国土面积不大 而且承载了这么多人口 但仍然建成了一座已居的花园城市 现在的新加坡做到了城市建设和外观事实上的不拥挤 当然这种不拥挤并不是说新加坡完全没有拥堵的问题 事实上随着人口基数的增长 新加坡也命令着很多的挑战 比如公交系统 在上下班的高峰期 乘车人很多 部分城区在节假日聚集的人流很大 但这些基本是发展中的问题 新加坡政府也在积极思考和行动 争取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 关注财富密码 在积累财富的路上 少走约网路 如果这支视频给了你一些启发 记得点赞 分享这支视频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IG MoneyLab.Asia 我们下支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